嗨 大家好 我是切尾虹 現在時間是下午的6點40分 6點40分喔 還是天亮的 所以代表夏天已經快到了 你看這個天色 完全沒有暗下來的意思 其實高雄大概會 夏天的話高雄 夏天的話高雄大概是在晚上的 7點左右 7點左右會日落吧 我看過最扯的是在 加拿大文革華 還有美國美西跟美西那邊 洛杉磯那邊 差不多晚上10點才 太陽才會下山 所以應該台灣之後 應該還不算太過分 我真的覺得我現在頭髮很亂 然後很長 我想要剪頭髮 所以我剛剛 經過一間 理髮店 然後我要剃平頭 為什麼我要剃平頭 因為高雄的夏天真的太熱 那我覺得 我必須要剃平頭 我才可以安穩的度過這個夏天 那大家看 對 男女剪髮一律 一百元 加十元 還可以洗頭 好像還不錯 我等一下進去 我會先問他願不願意 讓我拍整個裡頭髮的過程 那如果他不願意的話 那 就只好剪完 再錄給大家 再錄給大家 再錄給大家看 就是我剃頭前跟剃頭後 那如果他 願意的話 那整個過程我就會 我就會錄 不知道人家願不願意就是了 要喔 是 我比較怕你用亮一點 沒關係 要沒關係 開始了 要早12號 不要來 就直接 聽吧 有一種 好像要準備 去家當頭上的感覺 嗯 可是這樣就是夏天比較好 你當兵完了吧 當完了我已經40歲了 快40歲了 這樣 你也做兩年的嘛 對啊 對啊 你減我三個月而已 這樣 老闆真的很好 然後位置在 那個老房醫院的對面 徵集單旁邊 這個不是業配 我沒有抽選的 只是覺得這個 感覺很有快感 所以住下來 我以前也都 回高雄之後的夏天 都會替平衝 因為太平衡 我以前住台北 然後我回高雄三年 所以我就替平衝 我之前在桃園新屋 是喔 我是 你說當兵嗎 沒有 工作 我當兵是在台東 然後工作的話 之前在台北 所以 替這個平衝 最快樂的就是 很尖很時間 對 以上就處理好 然後你也不用去 休結以後要 生理啊 還有一件事情 我們洗澡 只要一罐沐浴 全部OK 對 而且老闆很懂喔 老闆很了解我的心態 這樣子 然後 就這樣 好啦 那我就先安靜 看 看起來已經 錄得差不多了 所以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幫我拍攝 所以我剪完頭髮了 剛剛老闆 還很親切的幫我錄影 還不錯 他說 他們這個位置是 小榜的醫院的急診室的對面 然後我都會 我剛剛有講 就是他就在小榜醫院的對面 幼稚園旁邊 曾祖丹的旁邊 剪頭髮 剪頭髮100塊 加10塊可以洗頭 其實我在鳳山 鳳山 鳳山這一兩個月我觀察 他現在剪頭髮都已經 漲價漲到150塊了 所以 大家有機會來小榜 然後又剛好想剪頭髮的話 可以來這裡 老闆雖然剃光頭 老闆剃光頭 然後看起來很親切 都在旁邊找頭髮 然後老闆娘 就在那邊幫忙剪頭髮 老闆娘說是老資歷 剪了三十幾年的 我覺得真的剪得還不錯 嗯 好 曾祖丹也很好喝 好 那就 我剛剛停車停在這邊 然後出來 我說 你們該不會 才過幾分鐘 就忘記我是誰了吧 他說有印象 看得出來 會差很多嗎 我覺得這樣兩塊左右 好啦 那我要回家了 大家晚安 掰掰 剛剛下了一場大雨 現在 已經下午六點多了 快六點多了 我等一下要上課 然後現在天空飄著毛毛細雨 毛毛細雨 現在天空飄著毛毛細雨 剛剛下了一場大雨 希望我等一下下課回家的時候 不會再下大雨 因為我覺得穿雨衣很麻煩 最近高雄就是一直 也不是一直啦 前幾天有下雨 今天下毛毛雨 可是剛剛我要出門的時候 下大雨 現在已經下午六點了 我希望等一下我下課回家的時候 不要再下雨了 當然我要找東西吃也比較方便 然後要回家也比較方便 其他也不會淋食 嗨 哈囉大家好 我是謝偉紅 首先 今天 在影片 開始之前 大家會發現 我去剃了拼頭 我必須先 我必須先講 我並不是 因為要去服刑 或者是我的心裡 受到什麼很嚴重很嚴重的打擊 才去把頭髮都剃光光了 呃 我在影片前面 有放上我剃頭髮的過程的影片 單純就是因為我覺得 把頭髮全部錄掉 然後讓它掉下來的那個過程 看起來很有快感 所以跟各位的觀眾朋友分享 那眼尖的各位朋友們 一定發現今天我沒有戴眼鏡 為什麼呢 我沒有戴眼鏡喔 我沒有戴眼鏡 那 為什麼 我要刻意不戴眼鏡呢 因為我等一下會放上一些 我以前長髮飄移的時候的照片 讓大家對照一下 是不是我本人 那 今天 我沒有戴眼鏡 所以 我看不清楚 所以我現在要把眼鏡戴上 看不清楚 從他那裡 那 就 看到 我們 也是 我們 剛剛 我 想 我們的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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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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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我開始製作這部影片之前呢 我要先很感謝就是 小港的小港醫院 急診室對面的 真主單旁邊的 DNA那個法醫工作室 也就是理髮廳的老闆還有老闆娘 他們非常的親切 老闆幫我拍攝了那個 落髮的影片 還有呢就是老闆娘幫我很親切的 理了頭髮 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還不錯 這是我以前小時候 長水痘 不小心壓迫然後留下來的疤痕 事情是這樣子的 我一直以為 我一直 人生當中 我一直以為 就是 台東啊 台東是我 住過 最 炎熱的地方吧 以台灣來講 當然我全世界住過 最熱的地方 還是台灣 目前為止是台灣 欸 我有沒有可能 再往 更赤道的地方 欸沒有喔 我全世界住過最熱的地方 是印尼 印度 尼西亞 那 那是我小時候的事情了 那 我後來 五歲之後就 就 搬離了 印度尼西亞 就沒有再住在那邊了 欸 那為什麼我今天要 刻意去理這個平頭呢 其實單純就是因為 天氣太熱了 天氣真的太熱 熱到 熱到我很無眼 就是 這個天氣啊 已經熱到就是 讓我覺得 留一點點頭髮 我都覺得 喔好悶好悶好熱好熱 我當兵的時候是在台東 也就是我們台灣的東部 新港安檢所 就是 我是在那邊服役的 我是海巡的 八兩大隊 八二大隊的 新港安檢所 也就是 成功漁港那個 新港安檢所的 下市 新府市 也就是說喔 換句話說 我是服過兵役的 那 對於 對於我個人而言 就是那個時候當兵嘛 所以剃平頭 是很理所當然的啦 因為 這過程之中 也 就是每次 他們都要檢查頭髮 有沒有留得過長 所以 我就很索性的 每次放假 我都去把頭髮給 剃掉 就剃成這樣子 那個時候 比現在這個樣子 還短 那回到 其實我已經從台北 回到高雄生活 差不多十年了吧 這十年來齁 我大概只有前面的七年吧 堅持就是 以往的長髮造型 或者是至少頭髮要留到這裡 或這裡這裡 不一定 可是 後面我真的天氣越來越熱 我真的受不了 所以我就 開始去 開始去 把頭髮全部露光光 剃成平頭 因為我真的覺得太熱了 我實在受不了 我其實不是一個很怕熱的人 那我在 我在 禮拜一的時候 禮拜一還禮拜二我忘記 我在理頭髮的過程當中 老闆有跟我 稍微小聊了一下 他說 他覺得 男人還是要 頭髮錄成這樣 才帥氣這樣 我個人 我覺得我沒什麼意見 因為 因為我對髮型 其實沒有太挑剔 就我的人生當中 除了留長頭髮之外 我進去 給人家剪頭髮 都是 坐在那邊 請你自由發揮 到後來 我覺得 因為有時候人家 髮型設計師 的 嚕的那個長度 我爸爸媽媽看了 也覺得 不是很滿意 他覺得你這樣 有剪等於沒剪 所以呢 我到最後 索性都跟他講說 你幫我嚕平頭就好了 一方面也是熱了 另外一方面 也是覺得 我的爸爸媽媽媽看了 開心 就好了 就是 年紀都已經 我的年紀都已經那麼大 然後我爸媽年紀也都那麼大了 就不要再去做一些 讓我爸爸媽媽覺得不開心的事情 那我要先來說說就是 錄這個平頭的幾個好處 第一個當然就是像那個 就是那個老闆說的 我們洗澡只要用一罐沐浴 就好 可是 我其實我還是會用洗髮精啦 因為我覺得 頭皮的皮膚跟身體皮膚 可能還是不大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洗完頭 就不用吹頭髮 可是這個也不適用在我身上 因為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就算留長頭髮 我也沒有在吹頭髮 那再來就是一些 少年娜的 一些比較少年娜的話題 就是 可能你留這個平頭 看起來會比較有撒起 或者是 跟人家在 玩家燒爬的時候 不會被人家抓住頭髮 一直揍 好這個都 都其次 都另當別論 我不是要教壞你們 我只是 就是 你這個平頭的好處 大概就是 一些些好處啦 至少你就不用去在意這些 那我當然覺得齁 男生也不用太去在意你頭髮的長度 因為 我覺得 男生看女生跟女生看男生 他的角度是不一樣 或者是男生看男生 跟女生看男生 角度也是不一樣 女生看男生 他不是看你的外表 他是看你的內在 的一些氣質 或者是你的專業度 或者是 你的一些個性好不好啊 什麼之類的 反而是那個 你把自己的頭髮弄得 毀力容尿的啊 然後每天 三字經掛在嘴邊啊 那個好像 對 人家女孩子而言 他也不太願意接近 你知道嗎 雖然我以前就是這樣子 那在 我裡頭髮的過程之中 就是老闆有跟我聊到 他以為我是要去入伍 所以 就是入伍當兵服兵一台 去剃拼頭 我跟他說不是 其實我已經快40歲了 我已經當過兵 然後老闆就說 喔 原來你也是當兩年的 沒有 其實我是當一年半 一年半的 那現在的男生 好像不用當兵了吧 啊 最近這兩年有回復 台灣男生的兵役說 後面不知道幾年後出生的 要回復 兩年還一年 我忘記了 可是 我覺得他有一點很好 就是他把 他把那個薪資提高 就是讓你覺得在裡面 你沒有太浪費時間 這一點比較好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當兵的時候 如果我是一個阿兵哥的話 有分二兵跟一兵 你入伍的前半年 你都是二兵 你入伍之後 半年之後 你自動晉升到一兵 二兵的薪水是 五千塊一個月 然後 一兵的薪水是 六千塊 六千多啦 一個月 然後 很多人他會認為說 他們會去算 那我這樣換算 我在軍營裡面一個小時 四八塊錢 然後 吃豬都軍營裡面包 當然沒有人願意當兵 其實 有啦 一定有人 應該有人願意去當兵 可是沒有 像我們這種義務役的 其實我相信 絕大多數都是 不太願意的 那像我 我是士官 那我去入伍的時候 我在入伍的時候 我算是那個梯次 那個 那個 就是那幾梯裡面 最高學歷 就是他們 因為我那個時候 並不是大專兵 所謂的大專兵 就是 你們大學生畢業之後 可能那幾個月 你們就一起去當兵 然後大家都是有大學畢業的 可是我那個時候 入伍的時候 二十年前了啦 應該已經快二十年前了 我二十 二十歲出頭的時候去當了 然後他那個時候 我入伍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們軍隊裡面 有高中學歷的 真的十根手指頭 算得出來 就是一整個聯隊裡面 然後他 會想要有一些 就是士官 就是班長 可以去帶兵的 所以他就把我 硬拉去參加 所謂的士官訓 那士官訓的 參加的資格 第一個就是你要 你要高中畢業 所以他那個時候 有高中畢業的人 就變得非常稀少 我那個時候是大學畢業 我被大學退學 然後去當兵 那那個時候 我說真的不誇張 那時候入伍 就是同梯次裡面 很多 國小沒畢業的 國中畢業的 國中沒畢業的 甚至連自己名字 都不會寫的 很多非常多 我那個時候 入伍算是 見識到 哇這真的是台灣嗎 這真的是台灣嗎 是 在一些很偏鄉的地方 真的就是這樣 就是 你可能 他們可能教育資源 沒有那麼豐富 父母都出門在外 在工作 然後他們 放學回家 可能就沒有在念書 就是去農田啊 幫忙種田啊 或者是在家裡幫忙 固定 維持生計 他們根本 連生存都很困難 更不要說是念書 所以各位 如果你有 你有念書 有念到 高中畢業 或大學畢業的 希望你要 覺得你自己是 很幸福的 真的要知足 因為在我們 身處在台灣 這塊島 這個島嶼上面 我不知道現在 二十年後的現在 是如何 但是至少當年 我看到的是 這樣子 很多我那個 哨所裡面的 阿兵哥 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 這個是很常見的 那其實我跟大家一樣 對兵役的這個制度 也沒什麼好感 嚴格來講 是我對戰爭這件事情 打仗這件事情 也沒有 就沒有什麼好感 從小到大 就是 我爸爸 我的爸爸 他對我教育 算很嚴格 所以我不能夠碰 槍之類的玩具 就是 有槍的形狀都不行 BB槍那些 我都 我從小到大沒玩過 我相信我爸是對的 因為 我看過 太多就是他們 那個BB槍 一開始打那個 打那個標靶 然後打那個靶 就是不會動了 打到最後打昆蟲 打小鳥 到最後他就想要去打人 那這個 我並不想以偏概全 所以這個 這方面我就不多做討論 我人生之中 第一次開槍 無論是長的那種槍 或是短的那種槍 都是在軍隊裡面開的 就是 我那個時候開槍 第一次開槍 超震撼 我的整個耳朵 嗶 耳鳴 然後那個 彈出來的彈殼 然後那整個後座力 其實真的有嚇到我 但是 你說我的射擊的分數 我的射擊分數 其實還不錯 可能我在這方面 有點小小的天分吧 那 我這個 軍事專場呢 後來有沒有融入到我 就是 出社會之後的民間專場內 有 大部分在 用在我逛夜市的時候 去射氣球 啪啪啪啪啪 可是 現在已經不像以前 就是你 你命中率高 就很容易得到獎品 現在是 反而是你要花的錢多 就是 打的局數夠多 你才可以換到那個獎品 所以說 射擊很準的這個專業 對我來講 到底有沒有 給我帶來多大的好處 坦白說 沒有 那 其實 在軍隊裡面很超啦 我那個時候還有500公尺障礙 現在應該是沒有了 那他也不會 關心你說 那個時候 也不會去關心你說 你一天要喝多少水 或者是你晚上一定要睡覺 或者是怎樣 反正他就把你抄到爆 抄到爆就對了 就是 大家就認為 反正你就是來當兵的 你的命就是國家的 裡面的長官都是這樣認為 那 所以說 我在入伍之前 我的阿嬤 我的外婆 她包了一包很厚的紅包給我 然後 我以前都是 不收我阿嬤的紅包 就是我只收紅包袋 因為老人家不會賺錢嘛 那個時候我媽媽很反常 她跟我說 這個錢你一定要收 我說為什麼 因為我媽媽就說 我媽媽她就跟我講說 因為在以前他們認為 當兵是很危險的 你有可能去了就回不來 所以 這個錢你要收這樣 好那時候我就收一下 當下我也不覺得如何 可是我入伍 入伍 新訓結束之後 新訓它還算好 它有去保護你 就是保護你的一些正常的生活作息 當你下部隊的時候 你面對你的 你的長官阿 你的學長那些 那些一切的 一切很多 很無理的要求 你都要把它合理化 那當然那是那個時代 現在時代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我現在會認為是這樣 可是 那個時候為什麼它有需求要徵兵 就是把老百姓拿去當兵 你們國民黨跟共產黨之間的戰爭 你們那個 你們在大陸的戰爭 你撤退到台灣來 你為什麼還要拉著台灣人民 跟你去當兵 然後反攻大陸 或者是去鎮守邊界 那個時候我是覺得很不公平 很不合理的 那你有這種感覺就對了 因為戰爭就是很不公平 很不合理的 所以我們都要去認知一件事情 就是 戰爭是不應該發生在這個世界上 無論我們的未來是怎麼樣 我們都不應該 再讓戰爭這種事情發生 也就是說 我們每個人都要去支持反戰 然後 都要 我是呼籲大家要支持反戰 但是反戰也不是說讓大家 讓別的政權 別的國家來欺負我們 你知道嗎 我們要反戰 然後要和平 因為我們去當過兵 我們認知到就是 戰場上面它就是不合理的 不公平的 一切都是不合理的 你發生什麼 也都是 你都要當做很正常的 它就是發生的 那說到全世界的政權的爭奪呢 我個人非常推薦 附堅 就是推薦全世界的所有的執政者 參政者 或者是想要執政的 從政的人 人們 出來 就是 按照 附堅 易博 老師的 提供的方案 就是 在悠遊白書 後面 魔戒統一篇裡面 它使用的 魔戒武術大會 就跟 整個廣大的魔戒一樣 你想要當老大的 我們 每三年定期 大家 來 集合在一起 然後單挑 就是 採弄淘汰賽的單挑的制度 那一對一 單挑 贏的人當老大 贏的人說了算 這三年裡面 贏的人 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 然後 別人都不可以干預 然後三年之後 大家再來打一次 打完之後 再來 當老大 就是換一個人當老大之類的 你可能會說這樣的方法很野 可是我覺得這個就是 就是一個很和平的處理方法 你想要爭奪政權 你為什麼要拉著別人去打仗呢 你為什麼要拉著不相關的人去打仗呢 你要 你要爭奪政權 你要自己 親自去打 親自去 親自去拿回來 所以一對一單挑 讓 現在所有的什麼 美國總統啊 俄羅斯啊 烏克蘭總統 那些什麼總統 中華民國總統 然後大陸的什麼國家主席 全部集合在一起 大家來個淘汰賽嘛 到最後贏的人 就 就 決定自己的政權 然後 呵呵 我覺得我這是幹話 我剛剛講的那個絕對是幹話 但是 我並沒有很認真的在講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也就聽聽就好 但是 你不覺得我講的有道理嗎 你們想要用戰爭來拿到政權 或者是用煽動人民 或者是 用一些 很不文明的方式 什麼建立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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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值觀啊 建立種族對立啊 之類的 很多 方法太多了 那 你們為什麼不聚在一起 你們就打個架算了 打贏的 來當老大這樣 那 好啦 今天 我也只是跟大家分享我剃頭的 那個 的經過 的一些 的整個過程 我沒有受到打擊 也沒有要去入獄服刑 我也超過了那個 國軍 就是你 你退伍之後 出社會發現你自己好像不太 不太適應 過得不好 想要回國簽自願役的 年紀了 就是那個 許可年齡範圍 所以呢 希望大家 今天晚上過得非常愉快 這個影片上傳的時候 應該已經是禮拜天的早上了 這個禮拜的狀況就是 還是一直流鼻水 所以大家會發現我講話有點吃力 因為就是會卡鼻涕 然後我都要去蹭屁 就是 可是幸運的是我的鼻涕 最近沒有再倒流 就是 比較好沒有一直渴 所以說非常感謝今天晚上大家的觀看 那 我是謝維紅 大家晚安囉 我們下次見 大家晚安 掰掰